如果你必須把衣櫃的吊衣桿做高一點 但是你又害怕自己萬一摸不到怎麼辦 這時候我們可以建議你安裝 Hello 大家好 我是優尼克設計的George 你常常想要把衣服跟飾品好好收納起來嗎 可是外面買的現成衣櫃 沒有辦法滿足你的使用需求 趁著這次裝修 決定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專屬衣櫃 完了 我什麼想法都沒有 今天這一集就是要教大家 5個衣櫃設計的重點 讓你可以設計出屬於你自己的專屬衣櫃喔 影片開始之前記得要幫我訂閱喔 你想要設計一款貼近生活需求的衣櫃 那你要問自己以下幾個問題喔 第一個問題 你平常衣服是習慣用摺的還是用掛的 還有一種它的衣服是丟在床上的 平到右上角有一個小叉叉 你可以打叉叉出去了 如果你不喜歡摺衣服 那你就不需要太多的成板跟抽屜 你可以改成吊衣杆 把衣服一件一件一件的掛起來 這樣會更適合你喔 第二個 你個人的貼身衣物 是比較習慣放入收納盒呢 還是採用分隔板 像內衣 內褲以及襪子 這一類比較小件的貼身衣物 通常會獨立出來收納 有些人會去添購收納盒 也有人喜歡用隔抽 而隔抽呢 就是直接在抽屜做好我們所謂的九宮格 像我自己本身的習慣就是用隔抽 如果你像我一樣是懶人收納法 而且你的收納量其實也沒有很多的話 這時候隔抽直接做在衣櫃裡 當然就省事很多囉 不過 做好之後尺寸就不能再改囉 第三個 你是否有換季衣物的習慣呢 那你又會用什麼樣的收納方式 來收納這些換季衣物呢 春夏秋冬 每一個季節穿的衣服都不一樣 有些人會有換季衣物的習慣 也有些人會把衣櫃分成 夏季衣櫃跟冬季衣櫃 舉例來說 像我 每次要換季的時候 我就會把過季的衣物 全部放到一個大箱子裡面 所以呢 一開始 我就會想好 這個箱子要放在哪個空間呢 像另外一種 比較適用於你家衣櫃 收納量是非常足夠的話 這時候你會分成 夏季衣櫃跟冬季衣櫃 真的要換季的時候 你也不用搬來搬去 你只要換個衣櫃使用就好了 第四個問題 除了衣服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物品 會收納在衣櫃裡 像男生可能會有一些 皮帶 以及 收藏精品手錶的嗜好 女孩子呢 可能會有一些 珠寶啊 首飾 都可以放在飾品櫃喔 小型的飾品我們會放在隔抽 比較大型的物件 我們就會獨立出來 做一個專門的收納區域 像是我們很多女屋主 她都有收藏名牌包的習慣 這個時候不但要獨立出來一個區域 我們還要搭配 燈光以及 防潮的設計 無論你是要收衣服 還是收雜物 規劃櫃子的第一步 就是要 檢視自己的使用習慣 利用幾個問題 就可以快速的 自我審查 讓你做出更符合自己使用習慣的櫃子 別忘了清點物品的數量 把沒有使用的東西 記得要 斷捨離喔 當你的櫃子大小確定之後 你要收納的物品 就要遵守 一進一出的原則 不然你的櫃子 再大都不夠你用 了解需求之前 其實還是要看看我們有多少空間可以使用 最適合放衣櫃的位置 應該是門片的正前方 還有 門打開之後的後方 選擇好位置之後呢 接下來就要拿捲齒 量一下寬度以及高度喔 這時候你就要思考 你要做哪一種類型的衣櫃 有一般的開門 推拉門 或者是沒有門片的開放式衣櫃 開門跟推拉門的衣櫃 比較隱私 而且灰塵也比較不容易進去 把門關上去 就算裡面在亂 你也看不見了 開放式衣櫃雖然可以少去門片的厚度 但是 衣服有各式各樣的大小 材質 以及顏色 所以 如果你本身不是一個很會整理的人 千萬不要選擇開放式的衣櫃 不然你會很不喜歡人家進來的房間喔 提醒大家 規劃衣櫃位置的時候 記得要保留走道的空間 一定要確認 打開門片的時候 不會撞到任何東西喔 或者直接做成推拉門的衣櫃 就不會有打開門會撞到東西的問題喔 但是 推拉門衣櫃會比一般的衣櫃 多10公分的深度喔 一個人的肩膀寬度呢 大概會落在40到55公分 所以衣櫃前面的走道寬度 我們建議最少要60公分喔 在把衣櫃做分區之前呢 我們要先把收納的物品做分類 第一個 先確認好你的吊掛區 吊掛區的面積比較大 而且吊掛的位置 也比較講究 高度要根據你衣服的長度去設計 像是長褲或短褲 一般大衣或是長大衣 長度不同的衣物 建議不要放在同一個區域 除了比較好找衣彎呢 也可以更有效的利用空間 還記得丹妮表姐分享自己衣櫃的NG地雷嗎 其中一個就是沒有長大衣的吊掛空間 長大衣通常是掛起來放的 通常不會有人折起來 主要原因真的是因為它真的太大尖了 如果你把它折好或疊好 它也很容易會崩塌 沒有一個高度夠的吊掛區 這些比較長的衣物吊掛上去之後 下面會全部集在一起 所以這些衣服呢 也會比較容易有折痕跟皺皺的 而且要記得 吊掛區的高度 一定要規劃在方便拿的地方 建議是在腰部以上 以及伸手就可以拿到的地方 如果你的個子比較小 吊衣桿的位置卻坐得太高 導致你每次拿衣服的時候 都還要搬個椅子才拿 或者是 你的吊衣桿的位置坐得太低 拿個衣服每次都要彎腰駝背的 這樣也太累了吧 再來就是規劃 抽屜以及開放櫃 比較低的位置 我們建議把它做成抽屜 這樣你只要一打開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東西 那比較高的地方呢 我們會規劃成開放櫃 通常會放一些比較不常用的東西 像是棉被啊 還有換季的衣物等等 櫃體的五金種類 比較常見的有 鞠鏈 滑軌 以及拉欄 鞠鏈 用來連接 櫃體 以及門板 分成很多種 有緩衝的 沒有緩衝的 也有90度的 120度的 也有180度的 再來就是抽屜的滑軌 有側滑軌 以及脫底軌 側滑軌 就是最常見的滑軌類型 安裝在抽屜側邊的軌形 你從側邊就可以看到五金了 其實美觀度不高 脫底軌 也叫隱形軌 像我們設計師就會比較常用 主要原因是因為 它會安裝在抽屜的底部 那你看不到這些五金的時候 自然 美感度也會比較高 大家的衣櫃 大部分都是做到頂的 但是每個人的手 伸到的高度 卻不一樣 如果你必須把 衣櫃的吊衣感 做高一點 但是你又害怕自己 萬一摸不到怎麼辦 這時候我們可以建議你安裝 特殊式的 下拉五金 這個五金對於 小個子的女生 使用起來是非常方便的喔 衣櫃如果有空間做成L型衣櫃的話 中間轉角的部分 我們建議用 空櫃的形式來設計 或者是用 轉盤的五金 來增加它的實用性 我們有做過L型的衣櫃 轉角的部分就是用轉盤五金來做代替 那你可能會問我 為什麼我一定得用開放櫃 或者是轉盤五金 來做這個轉角的部分呢 難道我不能做門片嗎 其實可以做門片 只不過使用上 還是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例如 你的門片的開門方式 一開始就必須先設定好 先A再B 所以有一天 如果你要拿B櫃的衣服的時候 你還是要先開A門片 再開B櫃 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五金的選擇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大部分的時候是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做選擇的 如果你偏好進口的五金 建議你選擇有國內代理商的品牌 或者是 直接選有口碑的國產品牌 再好的五金以及零件 都會有故障的那一天 所以這時候如果你買的是 比較少見的五金品牌 你可能會變成 維修孤兒 這個時候連零件都買不到 就完了 使用習慣其實是會改變的 所以你千萬不要有這種 做下去就絕對不會改的 天真想法喔 隨著你的家族成員變動 或是你已經有了新的興趣 這些事情 都會使你在收納習慣上面 有所調整喔 建議大家在做衣櫃的時候 可以保留一些變動的彈性 例如說 你的成板 可以選擇是用 活動式的成板 成板在當初在預留的時候 也可以 跟廠商多買兩三片 以防萬一以後要增加的時候 還可以增加喔 雖然我常常跟大家說 要學會 斷舍離 你的櫃子做了10分滿 但是你不要放到10分啊 你應該放到8分或9分 這一分呢 就留給未來的彈性使用空間 收納空間是一定要做的 但是你不應該要過度的使用它 應該要保留10%到20%的空間 來應應未來突發的各種需求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的頻道 有現在很多人在訂閱 分享 支持我們 這讓我很感動 因為本身 我不是什麼小鮮肉設計師 我只是一個 中年新男 不是新男 是中年熟男 所以呢 大家持續關注 是讓支持我們 繼續拍下去的動力 未來我們會持續推出 更多更好的企劃內容給大家 我是佑尼克設計的George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中年熟男 中年熟男 對啊 對啊 因為我不是小鮮肉啊 我是中年熟男OK 歐基上太誇張了 歐基上是五六十歲 好不好 你也沒有 年輕成這樣好嗎 老妹 你現在也不是 年輕正妹好嗎 策子 拍攝 拍攝